之前说了表面怕冷 手脚冰凉 这个缓不过来这种的 胃阳不足 可以姜枣茶呀 加艾叶呀 艾叶的水来泡脚啊 这种的都能有效的缓解 递进版啊 肠胃怕冷 这是有哪出问题的呢 我就是这个怕冷plus了 手脚凉呢 还可以解受 但是偶遇凉风啊 我必拉肚子 它这个呢 是加症状了啊 手脚凉依然在 同时呢 就吹点凉风啊 这个肚子就疼 就拉肚子 指向很明确 这个怕冷呢 已经是递进在了肠胃里了 扁确见蔡桓公 第三次见他的时候 不也说了同样的话吗 说君有吉是在肠胃 寡人无吉 寡人 庄吧 这哪是无吉啊 明明是病情加重了 确实是加重了 因为病情已经进入到 下一个层次了 就在我们的宗教脾胃 如果严格意义来说 我们把它称为脾 因为病胃出现了 脾腰不振的表现 这是一个脾腰虚衰的表现 一开始是在皮上 后来就往肠胃里走 如果胃阳不足 你不去管的话 那么一点一点的寒气 进到体内 就进入到我们的宗教的脾胃 进入第二个层次了 这是阳虚加重版吧 除了这个手脚冰凉 依然在还遇冷风 就拉肚子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症状呢 这样的人容易肚子疼 容易胃疼 吃不了凉的 吃完之后 就怕冷得更厉害 而且这样的人大便不调 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腹泻 皮阳虚是不是 这个姜枣茶就力不能及了 虽然都管阳区 但是它的病味不同 那么姜枣呢 虽然能够温一定的阳气 但是温不了皮阳 这时候我们需要换 还有新人登场啊 我们来看一看 都是姜啊 抽霸的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是干姜 那颜色深的这个是什么呢 依次这三个药是 生姜 干姜和泡姜 哦 那刚才生姜应对的 就是阳虚的基础版吧 对吧 就是表面怕冷 递进的 皮阳虚了 干姜啊 还是泡姜啊 我觉得应该是干姜吧 我听过一个药啊 叫做干草干姜汤 它这个就是和这个 中焦的脾胃有关系的 对 完全正确 确实是干姜 干姜能够温皮阳 那干姜和生姜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不是说这一个是抽吧 一个是有点水分 它们有共同的特点 都是温性药 都是能散寒的 但是生姜走表 能够发散风寒 我们治感冒一定得用生姜 而干姜 我们中医认为它 守而不走 能够留在这个地方 它是抽吧的 没有水分的 当然这个干姜啊 说实话 并不是说我们生姜放干了 叫干姜 严格意义上的干姜 是公姜 什么叫公姜 也就是姜在地里边 种一年 然后有的发芽 还有一部分姜 不发芽 经过一个冬天 我们刨出来不发芽的姜 再给它晒干 才是真正的干姜 我们用干姜 来温阳 来温阵皮阳 应对这种脾胃的阳虚的话 我们就干草干姜汤 对 干草干姜汤没问题 干姜一份 炙干草两份 这个干草需要用炙的 那么我们用一用的时候 干姜可以用五克 炙干草十克 按照一比二的比例就可以了 煮水 对 煎水 煮水 而且煮的时间要长一些 因为起它温中 起它补益的作用 所以我们需要煮个半小时左右 用三碗水 小火慢慢煎煮到一碗水 然后浮掉可以 不光是手脚凉 这个一遇冷风 就爱拉肚子 这个肠胃呢 怕冷的朋友 干草干姜汤 它要喝多少时间呢 有的人体羊不振很长时间了 那么这个干草干姜汤呢 可能需要 我觉得需要喝半个月 甚至各把月 那么怎么去评价呢 吃的过程中 大便便便成型了 而且呢 这时候胃也觉得 喝点凉水 要吃个苹果也没问题了 那么重病就可以了 就不要再喝呀 如果再喝的话 可能脾羊纠正了之后 反倒变热了 这时候就会出现 大便干燥了 口舌生疮 好吗